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是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在来 还有新闻的回顾 要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争议性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們有 Podcast 頻道 有 YouTube 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 收聽 收看 當然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讓獨立媒體可以真正走得更遠更好 讓我們可以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我相信關心我們節目的朋友應該都很清楚知道 我們節目裡頭常常討論香港議題 那香港議題大部分都會談的是政治啊 傳媒啊 那其實都蠻嚴肅的 那今天也是有點嚴肅 但是可能不是那麼嚴肅 因為我今天算是跟網友見面嘛 對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現場是香港電台的前主持人 曾智豪 小豪子在這邊 智豪你好 你好 管老師 今天真的是網友見面 對 我們第一次見面 對 但是我很想念你 我也是 真的 你算是我那個在台灣的第一個恩人 真的嗎 沒有到恩人 有啦 有啦 那先允許我就表白一下 好 對 因為我剛來台灣應該 可能沒有一個月大概 應該是你下飛機沒多久 對 因為媒體就報導 香港的媒體就報導 對 然後我就趕快找你的朋友來找你 對 那因為那個時候在我的手機 我就收到管老師那個邀請的時候 你知道對我來講就好像一個溺水的人 真的嗎 有一根也不是稻草的 簡直就是大木頭 因為 為什麼這樣說 太巨大了 對 很巨大 因為一個離開香港的媒體 而且那個時候走得那麼充滿 而且有點狼狽的時候 你會很坦 就是感覺就是我來到台灣 一個就是一個陌生的地方 我以後的發展會怎麼樣 會不會沒有人再關注我 那會不會我的能量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所以那個時候我收到管老師你的邀請 對我來講等於是一個很 很即時的那個即時語 就好像說有人還想跟我聊天 而且可以讓我把就是離開香港的一些 稍微整理一下 對 所以這個你那個時候那個作用真的非常大 謝謝我那時候其實也 也覺得做那個節目很重要的地方是 很多香港人來 可是他可能會不知道要幹嘛 或是可能需要一些支持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用錢支持你們 我也沒有辦法在正式上幫助你們 我大概只能用我的專業來跟大家聊聊天 我訪問很多香港朋友的一個想法 其實一部分是要做給台灣人看 就了解香港人在台灣 在做些什麼以及你們所遇到的一些問題是什麼 但另外一部分我想要做給香港人看 所以其實反而香港人看的是比較多 對他們會知道原來這些人到台灣 他們的生活是什麼 他們在幹嘛 例如說可能之前訪問這個沈旭輝啊 然後他也是剛來台灣沒多久 我就在跟他聊聊天 就是我相信這個大概會給一些香港人 好像有一些些的希望跟可能性 我希望有啦我希望有 就好像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有老朋友介紹一樣 對 所以那後來這個節目播出之後 反而看到有幾個香港媒體 香港的網媒就引用我們的談話內容 有有有 對我就覺得很有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到台灣應該也有一年半的時間 有有有 還習慣嗎 習慣 因為你每天都宅在電腦裡面 所以很習慣 你這個行為也差不多 也是嗎 對對對 我常常看你在直播在做很多的節目 應該有三四個節目 差不多啦 差不多 所以怎麼說 我現在大部分時間就 就所謂真的是宅在家中 而且我那個住的有點遠嘛 我在淡水嘛 所以現在對我來講很搞笑就是 有人邀請啊或是有什麼朋友 有什麼聚會 我覺得哇很難得 因為我現在可以去台北啦 好像到台北好像 好像那種什麼鄉下人要出大城市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可以去認識台灣多一點 但我來了這一年半 基本上我沒有什麼不適應的 對我很習慣 但對我來講現在我老是覺得就是 我對這裡的那個環境的認識還是 不夠了解 就因為我太經常待在家裡或是淡水那一塊 所以譬如說舉個例子現在不是通關了嗎 對 很多鄉港朋友他來台灣 就請你帶他去玩 對他說我來到台北有什麼餐廳介紹什麼 我說你可能比我更熟 頂太風 對對對 我來來去去就這幾個地方 要不是說精湛那個Food Court那些地方 對我來講是 我覺得可能一個沒有太好去走進這個社會 對因為譬如說顧小孩 或是孩子要做那個Youtube 或是住的有點遠 反正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還沒有真正的去走進台灣社會 對 所以你做了一個節目來走進台灣社會 這個也算真的 對你做一個新的節目 對這個很好 叫做拍謝打高賽 太純粹了 因為惡念 對我只會講不該咻咻之類的 也有了 多了一個打高賽 對 這個也是很好的機緣 因為現在五級的節目 其實剛好就我們可以碰到台灣五個不同的面向 而且基本上就是台灣不是什麼有六都是吧 對六都 我們差不多也有很多了 台中 宜蘭 對台北 台北 就是差有朋友看完就說沒有高雄還有沒有台南 對 但我覺得這個 導演差不多時候我們再去那個地方了 他說好 好 而且還可以到我們嘉義 對 所以對我來講是太棒了 就是在這個工作的中間 還可以看台灣其他的面向 而且不單是去旅遊 還去看一些 這個我覺得比較有特色 比如說他的農村 或是他的一些清潔隊的一些工作 對 所以這個機緣很好 對 這個節目是怎麼開始的 這個開始應該首先 一定要謝謝感恩那個央廣的董事長 那個賴秀如 賴秀如 這個絕對不是說什麼 因為他是長官我們要對他客氣 沒有 除了他是長官真的要客氣以外 因為他 他就是 出發整個這個項目的一個 一個 帶頭人 怎麼說有什麼樣的契機 其實我 我已經算是比較 間接的第三 第四個 這個 這個街頭的 因為他剛開始 應該就是他 對 跟我們那個 工作 團隊中間有一個前輩 那個 秀哥 就我們 以前在香港很資深的一個傳媒記者 他來到台灣 就變成好像 接待我們很多 新移民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中轉站 一個大佬 他跟他先有聯繫 就說 有沒有辦法 可以找一些 以前在香港工作的一些媒體人 他在台灣 還想可能做一些事情 就跟台灣有聯繫的 那秀哥就很快就找到他的 非常好的好朋友 也是幫我很多的 就是現在我們那個導演 就是陸導演 陸彥林 對 他找他以後 就現在我們好像說什麼外判這樣 外包 他就說外判 有有有有有有 很多工人可以開工 他就又找我 我們去 這個其實台灣的工作模式上 對香港也是這樣 就是很多一大隊外判外包 然後承包這些 對對對 然後做了一個節目就開始 重新的組合 所以每一次做就可能都是不同的團隊 然後變成一個節目 其實還蠻厲害的 對如果做的不好 就變成那個承壓的推銷 就是承一承壓下去 對 那我們幾個就碰面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就台灣有一個中央廣播電台 他這個機構 他希望可以跟香港的媒體 工作者有一些合作 這很棒 對而且他們希望就說 有沒有一些香港的經驗 或是那個工作的 流程可以帶進去 中央廣播電台 大家可以互相刺激一下 所以我說也可以 那我說我們就去碰面 結果我們就 碰面的時候還沒有想得那麼仔細 就只是想說好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合作的空間 結果那個飯局以後 我們就非常貪心 因為本來是廣播的節目 就是收音機而已 那我們就 要不我們試試拍影像 好了 對我說 央廣播本來就做很多廣播的節目 他也有廣播為主 他其實也有一些是跟香港有關 我也看到那個 朱漢強也在那邊做節目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 希望可以把香港電台的 有一些概念帶進去 比如說香港電台 我們有電台部分 也有那個電視 那我們就說 要不我們就所謂一魚三吃 我們就來一次這個廣播 影像 還有那個Facebook的那個 就等於是互聯網的 一些社交平台的結合 就推銷出去 OK 結果董事長 就成了 對他成了 所以原本是他們設了一個 鴻門宴給你 沒想到這鴻門宴 反而是你要他更多 做更多的事情 對 感覺蠻不錯的 所以這頓飯是吃得很飽的 吃到飽 但我覺得你剛剛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香港的一些傳媒的經驗 可以帶到台灣來 我想這是董事長的一個想法 我的確看到這一個節目 我看了其中的幾集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有 很有趣的是 他有台灣的味道 有香港的味道 特別是我看的幾集當中 我就想到我很喜歡 我記得上次節目 跟你提到過 我很喜歡這個窮富翁大作戰 我覺得有一個 有些部分很像那個風格 對 我想應該就是 導演他們的設計 因為都是很巧 就是大家都是以前香港電台的同仁 OK 所以這邊大部分都是一個 有蠻多的比例是香港電台的工作人員 對 我這個主持我是香港電台 那我們那個導演就是陸導 他就是以前香港電台 碰巧也是我做那個頭條新聞的 初代的那個工作人員 你意思是他很資深就對了 年紀也很資深 我沒有說這個 我就說資深 我認識他也二十多年 對 對 所以那個中間已經 他是已經香港電台的 那我們還有一個編導 其實也是已經是導演的工作了 他也是以前香港電台也是做頭條新聞的 所以整個配搭就是以前香港電台的這個班 所謂班子 還沒算就是我們岳陽 因為在香港 我們還會請那些資深的前輩 對 其實也是他 我看到片花裡面有 就是西洋菜街跟西門町 對 做比較的 所以基本上在我工作的期間 有時候會有點就是搞不清楚 好像現在還在香港電台開工 對 因為那些都是以前的老闆 以前的前輩 都是這些人 所以他們想的時候 比如說有一種設計就是 我們拍拍的差不多 就要找一個地方 讓那個主持人做下去 然後就講一下他拍攝的過程 他有什麼想法 他有什麼總結 所以他會拍出兩個不同的味道 就是拍攝過程裡 就好像在那個戲劇中間 你做很多事情 但他也設計一個空間 就是我現在就把它抽出來 我就變成一個 好像一個觀察的角度 去講整個事情 我覺得可能是 其中這個會有這種味道 有一個部分就是 香港電台的節目 都有非常一種特質 infotainment 就是information 跟這個娛樂 他是做很多的解惡 在台灣常常 娛樂歸娛樂 然後資訊歸資訊 但是這兩個東西我覺得 他本來就應該是可以在一起的 所以在這個節目當中 可以看到這個很有趣的一個風格 那另外一個我在看你的新聞稿當中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 應該是一個台灣的攝影師吧 就是鄭佩銘他說 有些台灣有些節目的拍攝比例 是3比1或是5比 就是他可能拍了30分鐘 但他可能會用到10分鐘 可是呢這個節目 大概拍攝比是32比1 對 這個前面的花的時間在拍攝很長 你知道讓我想到 我20多年前 曾經幫香港的這個 傳媒春秋節目做過地培 我說的第一培就是 他們要到台灣做一個 地下電台跟選舉的專題 那那個經驗讓我非常的 有點嚇到 我所謂嚇到的是 他來之前 就先請我幫他收集資料 然後大概 我把一些資料寄到香港之後 一個多月他就來台灣 就是那個編導就來台灣 然後我就帶著他到台灣 各個不同地方 例如說到地下電台 到一些選舉的場合 或者是到一些政黨的這些 總部去做一些預防 然後預防完之後 隔了兩個禮拜 然後香港電台又來了三個人 然後再過了 他們又做了兩個小時 又做了兩個禮拜 最後節目播出15分鐘 我真的被嚇到 想說天啊 這個香港電台好有錢 天啊這個香港電台好認真 但是我從一個台灣人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不會有那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就是從一個台灣的 而且我自己也參與的那個過程 我就覺得說很精準 所以我看這個節目 就會讓我想起很多 香港電台或香港人在做節目的專業跟認真 這個我覺得就是 香港電台 他的那個身份 允許他可以有這樣的所謂任性 因為他是公營廣播 他不是那個商業機構 他沒有說很大的那個商業的壓力 而且他也沒有需要 因為以前在香港人家批評香港電台老是說 我們這個可能一個月可能已經可以拍好幾集節目 你們是幾個月拍一集 他就是說你們好像那個效率很低 但相反來講就是我們可以用很多時間去做那個調研啊 我們可以去好好的去看那個片 應該那個資料怎麼收集 那你如果一般商業機構 他真的沒有這個空間 你怎麼那個錢又花出去 你還沒有把這個東西拍出來 但香港電台他就允許你可以有這種比較認真的空間 但我覺得也是因為那個製作的同仁 他們想把那個東西拍得好 對好像剛才管老師所說就是沒有那種隔靴燒養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知道從香港的角度去拍台灣 可能當初那個地下電台是嗎 其實隔靴 因為那個不是我們那個熟悉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希望可以輸到那個養處 那他只能花更多的時間去調研 那可能相對如果是香港的選舉 他就不需要真的那麼幾個月 對所以這個所以香港電台的東西拍出來時間會很長 看的時候你也需要用很長的時間去消化 但往往他讓你回味 就有一些很好的那個結果 舉例說我們這個拍攝打高材 在開始的時候幾個那個同仁大家去開會 我們就只是想討論要呈現一個什麼樣的風格 就那個那個片子好像管老師所說 Infotainment 那怎麼平衡 他們就找了很多很多台灣的國外的一些香港的 曾經類似的這種片子去看 中間可能拍農夫那一集 他們也找了很多就說這個主角賴清松 他原來在台灣怎麼怎麼已經很有知名度 很多人拍過他了 所以大家就把那種曾經把他拍過的片子都找出來 至少我看才知道賴清松也會講廣東話 這個是別人沒有 台灣沒有拍出這個東西了 對 而且他們還說跟我聊天的過程 他很難得有一些幽默的笑容 對 因為他其實在別的節目可能都是一個比較嚴肅的樣貌 對 所以就是前期的工作我覺得就是從這一集節目 我們都能感受到就是 哇他就了解這個人 他們就已經找了很多他的背景 曾經拍攝他的那個內容 因為我們希望就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那個第一集那個清潔隊 對 我看的時候我當初也跟那個隊員我跟他說 這個題目其實有點難 因為在台灣或是在香港很多人拍這個題目 你可能在YouTube或是一般的電視節目 他們已經有我當一個什麼一天的清潔隊員 他們拍很多 所以我說我們要看清楚怎麼可以跟他做出一些不同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看很多不同的片子 我說這個角度人家用過了 這個角度人家也談論過了 所以我們要不要避開 對 所以我覺得起碼現在這一集出來 我們整個團隊都覺得 應該外面沒有人拍過吧 應該很少從垃圾車往下拍 對 我看到那個畫面覺得 哇大家很多垃圾丟上來 對 然後那個是從上面往下拍的那個鏡頭 我覺得好好看 對 就是會看到是說我們很少 我們做一個 所謂的居民 我們大概就是去丟垃圾 所以我們丟的角度是由下往上 可是站在上面的人 他怎麼去看這些垃圾呢 我是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只會看到你的節目說 我原來是這樣子 那個丟上來是 這麼的那個衝擊 或是這麼的 他到底要不要躲 還是要怎麼閃 然後會不會被砸到 我會擔心這件事情 那太好了 因為這個最起碼是我們很 很很就是擔心就是到底台灣的朋友 因為這個這個清潔隊或是丟垃圾這個事情 是你們每天都會遇到已經可能幾十年的事情 對 那我們到底現在拍出來這個東西 你們看了會覺得 我們已經知道了 他說不錯 這個我們還沒看到過 所以剛才管老師這個我覺得 就我們安心一點 對 而且還有到基隆去撿垃圾 還有包括怎麼樣讓垃圾的這個回收再利用 這個當然有些東西提到 但是我覺得你們這邊會有不同的角度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待會兒再繼續聊這個節目 我是曾志豪 作為香港來到台灣的新移民 這裡每一天的生活 一塊垃圾 一杯咖啡 一粒米都需要重新認識 我們去到基隆的清潔隊 宜蘭的稻米田 走入台中的市集 台北的咖啡館和夜市 在花蓮的單車路上 感受這一片土地上的風景 透過深入對話 了解一個地方一種生活 不好意思 打擾了 3月3日開始 一連五集 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中央廣播電台網頁 YouTube Facebook 同步播放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節目的現場 我是管中翔 今天在節目現場跟我們聊天的是 曾志豪 志豪你好 你好 管老師好 對 剛剛很精彩告訴我們 這個節目拍誰打高賽 對 那在3月3號開始播 對 但是我們已經 我們今天看到我們節目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看第二集 或是在網路上面可以回看第一集 對 我覺得我大概看了幾集 我覺得非常的精彩 剛剛特別談到 在倒垃圾這件事情上面 你還去當清潔隊員 對 然後你去考試 對 考試有讓你嚇到嗎 有有有 他中間也把我 一個表情剪出來了 這個是真實反應 因為那個考官跟我說 他很平淡的說 很平淡的說 一般的這個考卷呢 要考到100分才算是及格 我馬上就嚇到 我自己也會嚇到吧 對啊 那那個完全是 他是講真的嗎 應該是真的吧 導演 對 他沒有騙我 這個連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們知道台灣的清潔隊很難考 台灣的電視新聞 如果在播清潔隊的時候 就說有多少人來考 然後可能其中不罰碩士 不罰博士 然後或者是說 考的就是你在裡面 會看到搬東西的那個過程 大概就會做到這邊 但是考到100分 對 我還是第一次知道 對啊 所以他那個那個 隊長他那麼平淡的說 那個震撼的事情給我的時候 就帶給我太大的反差 而且他那個考卷 他真的很難 因為可能管老師 你也有印象就是說 我以為清潔隊 你就考他怎麼去分類 怎麼丟垃圾已經很夠了 但沒想到他中間可能考就是 你覺得影響那個台灣國民的那個素質的這個 這個元素是什麼 那個什麼會影響這個環境的什麼什麼 我那個時候的反應就是 這個是局長回答的問題 對啊 沒想到現在是一個普通的隊員 他也需要去理解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好事 那代表可能就是這個台灣 對這個清潔隊員 他希望他不單單是一個 回收垃圾的一個工人 他希望他真的是 承擔這個城市清潔管理的一個工作 所以他希望 請你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概念這樣 其實台灣的清潔隊員很辛苦 而且其實過去 現在其實也是危險性很高 我剛剛講說 由下往上流對不對 其實以前台灣的清潔隊員 曾經發生過 從清潔車上面摔下來 那後來他才現在身上有綁個背帶 就是因為這個摔下來之後 然後這些隊員去陳情抗議 然後才慢慢有些地方 才逐漸的改善 有了 有個小事情 我都沒有跟我的團隊說 現在管老師你在 我就可以公開訴苦一下了 中間的過程 就好像你看到的 我在下面就接應那個民眾的垃圾 再把它往上丟上去 我低估了那個垃圾的重量 我也就是以為自己的身體可以扛得住 我就隨便一扔 卡一聲 哇 閃到腰 閃到腰 對但那個時候 我忍住這個痛楚 我也沒有告訴我的團隊 專業的表演者就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我告訴他 他們也會說 他也不會怎麼樣 他也不會管你 對但我 我從那個 一個那麼小的動作 我就發現 難怪他們要不就身體很強化 對沒錯 要不就是真的 那個其實很多老損 他們其實可能就積累下去了 對 這個很容易就會受傷 這個節目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來體驗台灣的工作 對 從台灣的去體驗那個工作的辛苦 然後在這個生活 到底是長怎麼樣的一個模樣 對 那在清潔隊的時候 其實我幫你爭取再做另外一集 再去倒垃圾 你陪我一起去 好好好真的嗎 我覺得你比我壯 對 好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要去 好開玩笑 對我覺得台灣的 倒垃圾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兩個 一個就是 台灣的政治人物很喜歡 跟垃圾車在一起 真的啊 對就是說 在台灣選舉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的這個候選人 就會跟著垃圾車跑 那或者是說 在台灣的一些首長 就會透過垃圾車來廣播 然後跟他講說 這個什麼幾月幾號 我們要停止收垃圾啊 然後要做好垃圾分類等等的 這樣一種政治的宣傳政治的呼籲 對 所以我們的垃圾跟政治 是分在一起 是結合在一起 我沒有在罵台灣的政治 對啊我在想 是不是要彎就是罵他 為什麼他們那麼喜歡 在垃圾車旁邊去轉 因為他其實就是 每個地方都會跑偷偷啊 而且會跟基層的人在一起啊 那個感覺很不一樣 那在台灣的垃圾車的文化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 大家都會出來倒垃圾嘛 所以很多時候是左邻右舍 都會在這個時候聊天 所以如果有一天 例如說好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曾經跟一些這個 社區做醫療照顧的人 就聊過說 如果你隔壁的鄰居 沒有出來倒垃圾 你就要特別的擔心 是不是 他確診了 或是他怎麼樣 或是沒有人去照顧他 我們等一下趕快去開探他 所以反而會成為 建立了一個很有趣的 關懷的網絡 人際的網絡 這個也有聽過 就是好像大家 台灣的朋友 他們會在街頭丟垃圾的時候 變成那個垃圾社交 請大家去 那個垃圾社還沒來 對 你這個衣服很好看 就開始聊天了 對 我們其實曾經也 也是八卦轉運站 對 希望拍到這個畫面 但好像有點難掌握他們 跑出來的這個節奏 所以我們在基隆的時候 大家相對就比較獨立 就站出來 就等那個垃圾車 他來了就放上去 台北街頭就可能看得比較多 聊天這個畫面 所以我這段要跟賴秀如董事長說 再出一點錢 讓他去體驗第二次 當清潔隊員的感覺 就跟那個大媽在聊天 好好 可以 在我看這集當中有一集 我看裡面有一些元素 蠻好玩 例如說你會遇到香港人 對對對 在這個過程當中 遇到香港人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想一下我們在這個節目 遇到好幾個 我覺得印象最深的 應該就是去宜蘭那一次 去宜蘭 對因為宜蘭那麼遠的地方 而且還是去那個農村 沒想到在那麼遠的宜蘭的一個農村 有人騎著那個自行車 這不是誰好的 不這個是誰好的 是誰好的 但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還是很意外 因為我沒有想到 導演他們說 我幫你們找到 有一個在那邊去做農夫的香港人 我還沒有那種 那個感覺還沒有那麼強烈 就是說好 香港人在宜蘭的農村 但他真的出現在面前的時候 他騎著那個腳踏車 還抱著他的小孩 對 然後走過來就說 你好 我覺得那個時候 真的有一點那個感動 因為太沒有想到那麼遠的距離 還會碰到他 而且他的故事 就最那集好像 可能還沒有播出吧 但他也就很感人 因為他一個人去那邊很辛苦的去當那個農夫 但他自己很享受那個過程 比如說他有那個收穫那個成果 你看他那麼瘦小的一個媽媽 你沒有想到他能辦出這麼大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印象比較深的香港人 其他我覺得很多都是 比如說那個咖啡店 咖啡店我覺得我很喜歡那一集 對我也很喜歡因為 我超級推薦那一集 對他那個店本來那個店面就很光亮很好看 而且那兩個那個電動 他們的設計他們想法 就把很多香港的故事放進去 我為什麼那麼喜歡 因為我老實說 我覺得香港的故事 比如說對台灣 或是對世界來講 我們的故事 不單單是從2019年才開始發生 對 從19年以前其實香港他已經存在 而且他有很多一些很好的 比如說音樂文化什麼東西 這本來就是大家接觸香港的故事 在那個小島就是那個咖啡店 那個香港開的店 我覺得他就把很多香港以前的故事 他也放進去 那個什麼菠蘿包 菠蘿包對 就在他畫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對菠蘿包 四十三啊 而且他不一定那個四十三要有很強烈的 那個政治意味 政治的意味 對因為這個四十三本來就在香港不同的年代 他有很多不同的代表 他可能也是一部電視劇 在某個節目 對啊本來就以前香港電台的那個電視劇 所以在那個店的時候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是一個台灣人 我跑到他那個咖啡店 我會感覺就很熟悉的以前香港的一種味道 所以他為什麼我們在那個片中間 我有加一個旁白就是說 這個就本來就是說好香港故事很自然的動作 就把以前香港的一些優點就擺在這裡 就已經可以了 這裡面有蠻多 在那一集裡頭 在那個店裡面 那個空間裡面有很多 香港跟台灣的元素是在那裡 對 包括唱的歌 或者是包括那些文創的產品 商品 然後這些文創的東西 有香港的味道 有台灣的味道 那其中一個是我覺得蠻有趣 國龍 對 不是張國龍 是白國龍 對 對 是一個外國人對吧 對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 在那邊 然後那個外國人講廣東話 對 他跟我那個緣分也是很神奇的 剛開始 他對我的了解就是 他有看香港的電視 那個頭條新聞 所以以前是你的粉絲 他有看 對 但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他存在 來到台灣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電影放映會上面 我當那個嘉賓 他在台下他就去參加 然後我們相認就是大家打招呼的時候 他就說我就是以前看你頭條新聞的 那個時候跟他就算是認識了 我還交換了那個聯繫 因為他原來也做很多傳媒的工作 他有寫一些香港在19年發生的一些變化的文章 沒想到後來在拍這個節目的時候 那個導演跟我說 我們在咖啡店聯繫到有一個客人 他經常來還會講廣東話什麼老外 那個時候我有一點點聯想到會不會是那個朋友 但我覺得沒有那麼巧吧 沒想到真的 這個真是完全就是沒有 沒有誰的 沒有沒有設計的 就是來到那個店 看見他我說原來真的是你 他有點驚訝就說又看到你的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吧 對啊 緣分很奇妙的 對 他最大的特點就是老外 但是他的國語、粵語都很棒 後來他 而且剛才叫國龍 張國龍 不是白國龍 我的偶像張國龍 對啊 香港也有個演員 也是一個外國人 但是他那個廣東話說得非常溜 而且大家 因為他很有那個參與香港的事務的那個參加進去 所以大家也把他理解就是真香港人 他也叫國龍 哇 他叫何國龍 難怪我也喜歡國龍 對好像所有跟國龍有關的都跟香港很密切 對 我也算密切啦 對 他後來那個白國龍 我們在碰面的時候他說他現在學什麼 學台語 對啊 我說你到底要學多少的語言 他說我現在那個台語跟那個 好像是粵語 他說他自己搞混了 對 搞混了 對他說他搞混了 但我說你已經很大了 被你害的 抱歉打高賽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我們就把它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對 我在這裡 我看到你遇到香港人 除了剛剛那種所謂的 遇到同鄉的那個驚喜 或者是那種感覺之外 我其實在裡面看到香港人是 他在台灣很努力的生活 對 就是不管是在農村或在都會地方 他都找到很多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且很努力的要進入到這個社會裡面 對 我覺得是讓我看到最感動的地方 對 比如說我們有一集去台中 拍那個美食餐車 餐車 對 他那個夫妻搭檔他就是 就完全像管老師所說 他很努力去營運他那個餐車 他很早去準備那個食材 他也參加不同的在台中很多那種市集 然後他就去所謂貪黑其早的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跟他聊天 他其實說這個餐車就可以讓他去在台灣很多地方去活動 我覺得除了是他所謂肉體的移動 其實就是他的生活 他在台灣的這個連結 也就是借這個餐車 這可以不斷的去行動去遊走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餐車 你就沒有接觸台灣民眾的機會 而且非常老實的說 那個就是他這個職業 他也要有一個工作 他才能跟這個土地有連結 所以這個餐車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香港人來到這裡找到一個認同 而且融入這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所以他態度也是完全就以前香港的那種很拼命的感覺 就看到移民到一個地方 他事實上很想要跟這裡產生關係 很想要進入到這個社會 很想要成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看到在移民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而這也是香港會到很多的地方 都很努力的在面對這個問題 感覺你相對上是比較輕鬆 人家那麼努力的要融入生活 我也很努力 在YouTuber上面跟大家聊天 你這樣不太行喔 我也很努力 所以那個賴筒上要做三季四季五季 這樣可以嗎 對對對 因為剛才關老師你說這個融入 我覺得這個概念就是大家要好好去掌握 因為我了解有一些移民不管他是在台灣或是英國美國 他沒有融入 他可能就待在一個他自己的小城市 他的生活的範圍或是他的朋友圈還是香港人 他可能看的吃的接觸的那個工作層面都是香港的 他可能在那邊就一待 可能會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面 對他可能在那邊待了20年 但他其實還沒有真正的去走進這個社會 但最起碼我自己還有我們在這個節目中間拍到的香港人 或是我們這個團隊 我覺得都是很努力 希望就是說我是香港人 但現在我來到台灣 我希望可以跟你們交朋友 所以就我們這個節目就說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我們來到這裡我們可能會跟你的習慣不同 我們會做出一些可能打咬的這個行為 但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就坐在這裡 所謂固步之風我們就不走出去 我們還是會跑出去的 對所以就如果有誤會就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 那就是最好的一個態度 我們希望是這樣的 對這的確是一個很棒的生活態度 但是也不是說我們就放棄香港的一些特色 我們是並存的 我們是相互學習 就像這個節目一樣 有台灣的團隊有香港的團隊 然後在這種所謂的相互尊重的過程 相互學習的過程 他會碰撞出一些新的東西 大家都會進步 對啊 舉例 你現在管老師你看的那個片子 你有沒有感覺那個節奏或是那個長度 你有沒有覺得快或是很短 我覺得沒有RTHK的其他節目緊湊 對然後會有一些台灣的那種步調的感覺 就有點像台灣實際節目 實境節目的步調其實是蠻慢的 可是香港實境節目的步調其實是比較快 我覺得好像在那個tempo上面 有一些調整 我不曉得也許是我直觀的感受 但你這個感受是很準確的 是對的嘛 哇太好了 因為那個策劃的時候 你很會說話 不是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那個團隊我們去設計的時候 曾經有聊過就是那個長度到底要怎麼把握 那那個時候譬如說有人就提意見就說 沒關係可能因為他可能在YouTube上面播 他那個時間沒有很多的要求嘛 長一點也可以那個人就是我 OK 我說都可以啊 長一點沒關係啊 我趕快上去我們節目趕快結束 對我想趕快結束 我們已經超過三十幾分鐘了 但他們就說不行 因為他說以前在香港電台 因為在電視播出去 他有一些什麼廣告那種時間的要求 會有破口啊 對他們就大概抓個可能20分鐘左右 那他們也認為就是說這個節奏其實也經過考驗了 就是那麼多年也大概這個節奏放出來 拍的看的或是掌握的應該是最好的 所以他說可以嘗試 就讓台灣的觀眾就好像管老師所說 一般那個步調比較慢慢來的 那香港很匆忙的而且很快速 有沒有可能就把這個東西放在台灣的廣播 看他們會不會接受 那我想中間就可能稍稍就有些調整 就不要跑得那麼快 也不要慢慢去溜 所以中間就變成現在這個節奏 那你覺得還可以 那我覺得那個團隊就好了 我覺得OK啊 那個就是一個新的火花 新的樣貌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怎麼樣讓一些移民可以在這個裡頭 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 那他就是一種新的可能性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用這種角度來去看移民這些事 不管這個移民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這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態度 你說這節目其實我覺得很有政治目的耶 真的嗎 對你自己在你們的新聞稿裡面有說一句話說 你想要證明給香港政府 港人移民後仍大有作為 你當我們是草你好兇喔 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起碼當我們是正常人看待 這是你說的嗎 我的意見 好不代表製作人的立場 而且我已經很謙虛了 OK 因為本來那個話就是 你還是不改犀利 沒有很謙虛 因為我本來那個話就是 人家當你是草我們當你是寶 本來是寶 但是後來想一想 沒有什麼寶了 人就夠了 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 但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想法就是 憋了一口氣 我覺得我們團隊應該也有這種想法就是 來到這裡可能香港那個社會就以為 那你就完蛋了 你就去那邊去當什麼三等公民就算了 沒什麼事情幹了 那現在我們就說只要有機會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一點事情 而且我覺得所謂做那個事情 不等於就是說我要對抗 我們所有東西都是很單純的政治 就我們要喊什麼口號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也完全不單純是這樣 我覺得很多空間 反正這個媒體人他其實那個 他的專業他的感覺還在的話 其實他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當這個節目我覺得終於做完了 而且真的跟這個社會發布的時候 就我真的很有那個感慨就是說 原來我們還真的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而且最起碼也可以引起台灣的媒體社會 最起碼的一些關注 我不敢說已經牽起很大的這個什麼浪花 很多人去想看 但最起碼他們了解到 有一幫香港人他們來到這裡 他們也沒有說我就放棄我就休息 他還繼續想幹 而且他們做的事情 沒有說只做回香港自己的故事 他還嘗試跟台灣這個社會連結起來 所以我覺得應該應該很不錯吧 很不錯 真的 對 我們這個想法 我們這個做法應該對台灣跟香港的朋友 都有一個交代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 就是我們剛才在強調就是一個新的可能性 對 一個彼此的學習的過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最後想要請教你就是 你其實在賴清松那一集的節目有提到 離開或是留下來 對 那其實你是有在心裡面做了一些辯證 那你現在當時離開 跟到現在留下來台灣的這種感受 有什麼樣的轉變嗎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體認嗎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以前還沒有移民的時候我覺得離開很難 因為你沒有想過要走啊 很多成本什麼什麼 你覺得離開這個事情是很難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有很多香港朋友 他想離開的時候 他可能還會再猶豫啊 要不我再多等幾天什麼什麼 以前我覺得離開很難 但當我離開了 來到這裡 我發現其實留下也很難 這個難我覺得是兩個層面的 第一個就可能比較單純就是說 到底你可以在這邊留下嗎 可能很多什麼行政法規什麼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層面 這個留下 但我覺得第二個層面就是 什麼叫留下了 你的肉體只是在這裡生存 那這種叫留下嗎 還是你真的可以跟這個地方有一些結合 你真的可以把這裡變成你自己的家 或是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你想追尋的一些東西 如果你能做到可能才算是留下來了 但這個我覺得很難 而且每個人他對那個地方可以找到的東西都不一樣 可能有些人他已經拿到身份證 所謂滿足了第一個層面的留下 但他的靈魂沒有在這裡 他可能還找不到 認同感 對認同感 可能人家沒有接納他 或是他就算已經大家接納他 他沒有找到他的存在的價值 沒有找到一個他希望的貢獻的一個地方的話 他可能也沒有辦法留下 所以現在跟那個輕鬆大哥聊天以後 我覺得可能離開跟留下的這個難度 對我來講現在我覺得留下是更難的事情 反而離開現在我覺得有點輕鬆了 就走就走唄 對啊 你現在 我現在經常掛在口嘴邊就說 現在是一個大移民時代 所以無論是香港來到台灣 或是有些人在英國什麼什麼 我覺得現在都已經 我很接受了 就說對 你也來了 你也走了 就離開是很容易 在哪裡留下 怎麼留下 留下來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難的這個 台灣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就是不管是從早期的原住民族 或者是後來不同的戰爭的因素 或者是因為經濟的因素 其實台灣一直一直以來 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移民 那因為這種不同的移民 它才會建立出台灣的獨特的這種風格 獨特的特性 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之戰 在你們節目裡面也談到 剛剛談到在這個香港的那個咖啡館 那一集裡面有提到 把香港的記憶留在台灣 我覺得這句話我很喜歡 但它不是只有留在台灣 而是在台灣裡面又跟這裡 台灣的記憶生活生命 又碰撞出新的記憶 新的可能性 對啊 因為咖啡豆也是這樣 對 不同的咖啡豆你混在一起 這個可能生培這個淺一點的 它混在一起 好像說混得越多的那個咖啡豆 沖出來那個咖啡越香的 而且你們還在那集裡面 特別用沖集的方式 來讓很多咖啡的味道 撞出來 你有聞到嗎現在 現在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隱喻很棒 就我不知道你們要說隱喻啦 就是 但是我覺得那個很多東西 一定會發生衝擊 可是在衝擊的過程當中 就會有很多新的味道 很特別的味道就會出來 今天非常謝謝志豪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黃老師 我們下次有機會 我們在你的第二季第三季如果有 我們再來聊 好 也可以聊別的啦 拍誰打高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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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